大家好,我是海娟 冬季要多吃萝卜 今天就用这个白萝卜做一个好吃的 看看我是怎么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将白萝卜去皮洗净 擦成细丝 擦好的萝卜丝中放入一勺盐 搅拌均匀 腌制10分钟 腌出水分 盆中放入普通面粉500克 一半用开水和面 边倒边搅拌 开水和面能够使面筋发生改变 烙出来的饼更加柔软 另一半用凉水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这种没有干面粉的面絮状 下手揉成团 揉成一个柔软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子 饧面15分钟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馅料 这是我提前剁好的牛肉馅 接下来切一些葱 多切一些 切好的葱 葱末放入肉馅中 再切一点姜末 姜末也放入肉馅中 萝卜已经腌出不少水分了 攥一下萝卜中的水分 攥好水分的萝卜 切的碎一点 同样放入肉馅中 馅料中放入花椒粉 鸡精 盐 酱油 少许的蚝油 多放一点炸好的花椒油 戴上手套 抓拌均匀 抓出来的馅会更加的香 比较入味 馅料就准备好了 按板上撒少许的面粉 拿出馅好的面团 从中间切开 再搓成长条状 切成均等大小的剂子 拿过两块剂子 直接蘸干粉 按压扁 擀成圆形薄饼 擀成 成圆形薄饼 擀成这样薄一点的饼皮 均匀的抹上一层馅料 然后上下对折过来 把边儿捏盐 防止漏馅再用叉子压出花纹 这样又防止漏馅又好看 一个饼皮就做好了 垫免成预热刷少许的底油 油热后放入生坯 生坯的表面刷一层薄油 锁住里面的水分 烙至底部变色 翻一个面 烙至另一面也变成金黄色 再次翻面 全程要不断的翻面 防止漏糊 整个表面都成这样的金黄色 中间鼓起即可出锅 萝卜馅环就全部做好了 表皮是这种酥酥脆脆的 里面鲜美又多汁 揭开看一下里面 哇好香呀 特别的简单 如果您喜欢就赶快试试吧 记得关注我哟 我是海娟美食 好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